接下来关心欧美股市最新的收盘行情 来看到每一股 暴虫工业指数今天下跌 下跌106点 最后收在35101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.42 最后收在14860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12.29 最后收在3399点 欧股的部分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上涨9.35 最后收在7132点 德国法雷克福指数下跌16.04 最后收在15745点 巴黎精神工会指数下跌3.78 最后收在6813点 国际金价跟油价的部分 金价下跌31.5元 最后收在1731.6块 油价的部分下跌1.43元 最后收在66.85元